畫面中一輛黑色舊車原本好端端的執行而來 突然一個右邊擦撞一旁停車殼內的15輛機車 機車就像推骨牌一般被撞得東倒西歪 現場亂成一團 而這一撞發出的巨大聲響 各把正準備一夜的早餐店老闆娘給嚇壞了 很大聲啊 對啊 就是機車倒的聲音 是蹦的聲音嗎 對啊對啊 那也沒有嚇得大跳 有玩的時候很安靜啊 26號凌晨4點多 這名22歲的男子開車行進新北市盧州區 永安南路二段時 因不明原因擦撞15輛停放機車 導致機車刮傷受損 排氣管變形等 而肇事男子的黑車則右前車燈脫落 保險桿凹陷 可見撞擊力道不小 眼平所獲報立即趕赴現場處置 經檢測駕駛無酒精反應 詳細肇事原因有帶掉一件事氣明清 警方到場對男子實施酒測 已排除酒駕情勢 只是男子為何會撞成這樣 除了要釐清肇事原因外 後續的賠償金額恐怕不是一筆小錢 請問一下